先打开首页的主逻辑文件 复制一下API Base还有API Route 再把它粘贴到内容详情的一面上 在Unload这个方法里面 我们可以去用一下WX Request 到我们的后段服务去请求一些数据 请求的地址我们把它放在URL这个属性里面 这个地址我们可以复制一下首页上面的 这个请求的地址 直接我们可以把它粘贴过来 然后再去修改一下 在这个API Route的后面 我们可以再加上一个写线 然后是文章内容的ID号 在上面我们已经得到了 从Navigator那里面传递过来的这个内容的ID 后面我们可以再添加一个 想要先Umbed的这个参数 这样的值 把它设置成True 这样的话可以得到跟内容相关的一些信息 比如说内容里面的作者的详细的信息 内容的分类等等 请求成功以后 回去调用Success这个方法 添加一个这样的方法 给它一个Response参数 它里面的东西就是请求回来的数据 添加一个Entity 让它等于Response下面的Data 这个Data里面的东西 就是请求回来的具体的文章内容 再添加一个Content 这样的值呢就是 Entity的Content下面的Rendered 就是文章的正文 再给它添加一个Featured Media 它的值我们可以根据 Entity的Featured Media这个属性来判断一下 如果内容的Featured Media 这个属性有值的话 我们就让这个Featured Media 等于Entity 下话先Embedded WP Featured Media 第一个项目 下面的Media Details Sizes 尺寸是Media Large 下面的Source URL 不然的话 我们就让这个Featured Media 等于一个空白的字符 这个Featured Media 就是给文章内容设置的 那个特色图片 可以再添加一个author 对应的值呢就是 Entity下面的下滑线 Embedded Author的第一个项目 下面我们再用一下 List的SetData 可以把Entity里面的内容 拿出来放在页面的数据里面 用一个Sprite的操作符 然后是Content 下面是Featured Media 再加上一个author 页面上需要用的这些数据 我们可以在页面的Data里面 去描述一下 给页面添加一个Data属性 它的值呢是一个对象 里面添加一个Title 先让它等于一个空白的字符 再添加一个Content 模认也让它等于一个空白的字符 还需要一个Featured Media 同样我们先用一个空白的字符 最后一个Author 它的值是一个空白的对象 在Onload的方法里面 我们会去请求后段符的接口 成功地得到了数据以后 会重新地去设置这些数据的值 最后我们再用一下WX SetNavigationBarTitle 去设置一下页面的标题 给它一个对象参数 添加一个Title 对应的值呢就是EntityTitleRendered 这里我们也可以去 在上面添加一个Title 然后让它等于EntityTitleRendered 这样在设置页面标题的时候 我们可以直接简单地写成一个Title 现在我们就准备好了内容详情页面上面需要的数据